港華醫院邀請我過來 看看究竟在這裏發生的一些群組的感染 COVID-19的群組感染 作出一些調查和判斷 事實上在7月22日到8月9日之間 在港華醫院我們有六個醫院的群組 我們相信是在醫院感染的 而這六個病人在三個不同的病房的病區裏面 要注意這六個病人是因為他們的病情的緣故 是會由一個病房轉去另一個病房 再轉另一個病房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這六個病人是在三個不同的病房或病區裏面 而也有一個護士感染了 但經過我們調查過之後 發覺這個護士感染 是跟這六個病人的群組是沒有關係的 而這個護士的家人 也都在同一個時間是有病徵病狀的出現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位護士他感染 在社區那裡感染了 多數跟他家人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而跟這六個病人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我們經過調查 我們走過那些病房 跟那些同事聊過天 也都了解到每一個病區和病房裡面 那個空氣流動的情況 也都跟負責的醫生和護士聊過 我們有理由相信呢 這些病人為什麼受到感染呢 是跟他們脫下口罩的時間有莫大的關係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是沒有排除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 它可以由空氣傳染 飛沫傳染 或者一些共用的器具的傳染 所有這些可能性我們都沒有排除 但是我們覺得最有可能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群組的感染 是因為他們脫下口罩的時間是有關係的 尤其是第一個病人 第一個病人是不合作的 他經常脫下口罩 和他是很大聲的講話或者罵人的 所以我們相信 因為我們知道呢 當我們脫下口罩 尤其是我們大聲講話的時候呢 是會有很多的空氣的微粒走出來 而如果那個病人本身是真的帶著這個病毒呢 這些空氣的微粒呢 就會將那個病毒傳開去給其他病人 所以我在這裡再呼籲就是 所有病人 除非他是呼吸有問題 如果不是在醫院裡面呢 一定要戴好的口罩 同時我們都希望呢 同時我們都希望呢 病人他們 盡量在吃夜的時間呢 是不要講話 因為我們知道 逢是一講話 尤其是大聲講話 也都是會增加這些 空氣的微粒走出來 即是能夠經空氣傳染的微粒 是會增加的 同時我們看見經歷這個群組之後 我們覺得 也都在一些病區的一些特別的地方 它那個空氣那個流量是有些地方是可能需要增加 其實我看過 所有這些病房大部分是那個空氣那個流量是夠的 是由6到12個空氣的改變 每個小時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些位置呢 可能那個流量是不夠的 所以在一些特定的位置呢 可能那個空氣的流量呢 是需要增加的 但是這些只是個別的情況 比如我們呢 因為要這麼短時間 做這麼多的空氣調整的那一邊呢 就要有優先的次序去做 那大家也都明白到 看到港華醫院 因為重建的緣故 裝修的緣故呢 其實它是比它以前一向呢 是少了50%的地方 大家看得到 它是少了50% 但是那個病床的數目呢 很難減少 因為它們要提供那個服務呢 它們不可以大量地將那個床數減低 變成那個擠迫的情況不過是有的 但是這個情況就不可以 一時一刻可以改變到 那也都希望所有市民病人 都體諒這個困難 而這個困難 我們不可以是立刻可以改變到的 但是我們會盡量 增加空氣的流量 我們會盡量勸病人 不要隨便脫下口罩 我們會盡量叫他們 吃東西的時候不要講話 是 於是呢 能夠將這個病的傳播 是盡量可以減低到的 我要講的差不多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教授想問呢 你剛才說第一位病人 他的背景氣血跡和四季 是什麼 第二就是想問 所不指的第一位病人 是不是他最先發病 因為他剛才經受了巡頭站 那他在巡頭站 為什麼是怎樣去接觸另外那位病人 有沒有證據指 他由一個傳給另外一個 接著由一個再傳給三個 然後在那三個裏面 有其中一個傳給另外一個 那幅圖都幾複雜的 尤其他們由一個病房轉到另一個病房 因為他的病況會改變 有需要變病房 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 第一個病人呢 他是69歲 男性 我可以說是這麼多 他病情我不方便說出來 什麼時候發病 他病發時間呢 就應該是7月22號左右病發 那是由什麼病房再轉 那是由什麼病房再轉 我不方便講完他的細節給大家聽 但是他是由一個病房轉到另一個病房 接著感染了另一個病人 然後第二個病人傳給三個病人 而這三個病人裏面其中一個 傳給另外一個病人 是這樣的 即是說他轉了病房之後 再感染多了一個人 然後那個病人又再轉病房 又感染另外三個病人 然後最後那個病人 在那個病房 那三個病人其中一個 又感染了另外一個病人 所以involve三個病房 可否透露一下那三個病房分別是哪幾個病 我不應該說是哪幾個 但是看過 另外剛才也有提過 就是你已經可以排除幾個可能性 會不會拿一些環境樣本 做一些化驗工作 我們同事已經有做的了 我們拿病人的 拿一些醫護人員 拿一些環境樣本 但是環境樣本那個有效性就很存疑 因為已經是很久了 由這個7月20幾到現在8月幾 但是我們都會考慮 拿多一些環境樣本 看看有沒有幫助 但是我們暫時來看 應該就沒有大幫助 因為你經空氣傳染 尤其是經空氣傳染 沒有什麼東西會找到 而且一個病房裡面 天天都消毒 那你天天都消毒過 你拿到的東西 那機會都很未來 現在我聽不到 現在適合了哪個病房 那些病房 我們馬上幫它消毒 其中一個病房 我們停了沒有收人 不讓它收人 不讓病人出來 所以我們要不要再用到 所以我們要不要再用到 其他可能性的 可能性的 但是為何你會 來看 去看 去看 神經病房 在哪些病房 那些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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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你找不到 發現 尤其是在最初的情況下 他不穿過衣服嗎 他不需要衣服 他不需要衣服 他也不需要衣服 和衣服 他不需要衣服 我相信 這是最重要原因 為何這個爆發 我常說 社交通的共同 都會在世界中 你不穿過衣服 你不穿過衣服 在 ресurans 仆地 甚至在市場太陽, 人們在建築場上吹哨 這些是很危險的地方, 人們不穿上衣服 我認為同樣是在醫院, 特別是在病人群組 你剛才說他們除了口罩感染, 有沒有說雙方除了口罩 最重要是當你吃東西或喝水時, 人人都除了口罩 因為吃飯的時間, 泰藥吃東西的時間, 很多時都差不多 於是當大家都除了的時候, 機會就大 但病床的病毒可能解釋不了自己, 但他們都有機會 正如我講, 這個病毒是逼確可以有某程度的空氣損害 但我們記得這些Mask, 其實0.1mc都可以雷過到 所以你不帶, 你如果有病毒可以走出來 但你帶了, 你就算有病毒都不是那麼容易出來了 我們不排除還有繼續有個案出現, 但暫時大部份驗過都是陰性的 無論是病人或醫護人員都是陰性的 你問一下, 剛剛有些空氣不足, 流不足的地方 可以看哪些位置, 病人會在那裡停後 多數是一些轉角位的地方, 可能會那個空氣的流動沒有那麼好 但都不是很普遍, 我們都是找到一些位可能會差些 病人會不會留在那些位置上 我們基本上暫時來說, 我們可以很快已經改變空氣流量了 所以你不需要關掉所有病房, 然後立即逐個曬, 沒有這樣的需要 想問一下, 現在都聽教授這麼說 是否判斷在廣華面那個院內感業的傳播鏈基本上是中性 以及見到金融的確診數字, 就去到32, 近日以來最低 點評估疫情是否有開始回落的情況 大家要記得, 所有發生今日發生的事 其實全部都是7到14日前已經發生了 同樣來講, 在這間醫院的那個傳播 或者群組, 都是之前已經開始發生了 隨著那個社區的疫情, 如果受到控制 如果繼續是這麼三十幾 但明天可能四十幾, 五十幾都未領 隨著那個社區那個疫症的壓力減低了 醫院裡面這個情況都會減低, 所以我覺得 廣華醫院做得很好, 到現在才開始有病例出現 其他醫院一早已經有了, 伊麗莎白有, 屯門有, 很多醫院聯合都有 廣華醫院現在才有, 不錯, 我真的覺得 尤其是大家明白, 講說醫院它在裝修著, 它有的地方是平時的一半 所以能夠維持到這個時間, 我覺得是非常好 這次的院長是否都是屬於監察病床再帶到內科外科病床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有沒有說那些監察病床需要做些甚麼措施 可能減少了有機會… 其實監察病床那裏的空氣流量非常之好, 十二的air change 但如果你強行拔了口罩, 經常罵人等等, 經常講話 很難的, 你幾大流量都可能會將病傳出去, 所以很重要 就是希望病人都合作, 你要提供服務, 病人十急証室你不理它 所以我覺得我們盡量做, 盡量能夠希望病房的病人住多安全 其實都是監察病房嗎? 開紙的時候監察 例如這些經常罵人, 經常罵人, 經常罵人, 經常罵人 經常罵人, 經常罵人, 經常罵人會否建議日後 將這類病人送去另外一些病房特別建議他們? 我們沒有那麼多病房, 譬如舉個例, 我們經常講 最好就是不合作病人放去負壓病房, 但負壓病房給那些已經證實了 確診病人, 那些都沒有, 你給其他病人沒有可能 始終我們個個都要齊心合作, 如果不是我們很難過跟著那一年 因為要等到有疫苗, 可能九到十五個月才有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互相幫助, 互相去合作, 互相去打這場仗 教授想問一下, 傳播那裏是69歲病人 是傳給哪三位病人, 當中哪一個再傳給第五位病人? 我不想很詳細講他們的資料出來, 總之就是 由一個傳給第二個, 第二個傳給另外三個 然後那三個裏面其中一個再傳給一個, 總共六個病人受到感染 從何看見那個護士完全跟那個病房無法? 因為我們看他那個病徵病狀病發的時間 跟他家人一樣, 但是他一個傳給醫護的過程 他所有那些感染控制造師都做足了, 他是不應該感染到的 而且他病發時間也是很遲的,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其實跟這個群組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當然我們也要等DNA排序的報告出來, 但是我們覺得 基本上暫時來看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提到其實是涉及三個病房 其實都是因為他們轉病房, 其實會不會說轉病房 你不轉不行的, 譬如你有內科問題 現在變成外科問題, 你都要轉的 其實他們很好, 有好幾個開頭做都是陰性 後來才陽性, 這個又是不奇怪的, 因為在潛伏期 隨時你驗是陰性的, 但到病發開始發燒了, 開始咳了 肺開始化, 那時再做他就真的要陽性了 這個我覺得港華醫院做得很好, 其實他好幾個已經一早 是幫他嚴格陰性, 才讓他轉病房 所以我看這裏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再講一次, 港華醫院現在才失手呢開始 是做得很好才可以這樣, 港華醫院地方少了那麼多 他仍然可以維持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不錯做了 醫院現在你視察完一次, 見到那個床位的那個 為何有些劑病, 那個程度是否可接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我想差不多兩個位, OK 好, 多一點, 之前其實都講過那些病人 是哪些病庫, 交集病庫, 內科病庫 今次都詳細講過那些病人是哪裏 其實我剛才講過了, 有內科有內科 每一個都是健康位 我不想太詳細講過那些事 免得有人害怕了, 進哪個病庫, 不好 他有時候說, 他們現在所有基市 其實都是男性的 甚麼 是不是所有基市都是男性的 你是不是男病庫那邊比較擠迫 還是你剛才觀察 我觀察不是很擠迫 因為也有個原因是因為 當個病庫有事, 它停了收人 當然會沒有那麼擠迫 但基本上我看見環境的距離 全部都可以接受 好, 謝謝大家, 謝謝